大家好,我是廚房仔,Eddie 今天我會煮一個雜菌,即是不同類型的菇炒西芹 是非常清淡,非常健康的一道菜 菇類是非常多纖維的 西芹有對血管特別好,非常適合老人家和小孩 這個就是今天我們會用到的材料 有蘑菇,蟹味菇,還有蠔油菇 其實無論你買到不同類型的菇菌都可以混在一起炒 譬如鮮刀菇,或者雞鼻菇都可以 半條的蘿蔔,還有兩條的西芹 接下來我們就準備材料 好,其實很多人都會用菇去洗 特別是炒雜菇,菇是不可以洗的 我們只要用一張濕了的廚房紙巾,或者乾淨的濕寶 去擦一下這些菇,擦乾淨的表面一層 真的不建議拿去沖水或者清洗 要不然它一炒出來,那碟東西就是水旺旺的 好了,所有菇東西都擦好 這裡就是我今天要用的菇 我就要把每一種菇的頭和筋切掉 那這隻蠔油菇呢,如果它是大塊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一開二,撕開就可以了 其實你去切不同的食材 我會盡量將它們切到厚薄是差不多的 那它們煮熟的程度都會一樣 好了,接著我就切西芹了 切西芹之前,我就會用瓜刨把表面那層筋去掉 輕輕刨就好了,大力一點就沒有肉了 這樣做可以令它更爽脆,沒有筋 然後再切西芹了 然後再切西芹,中間那層筋硬的我不要 然後把西芹一開二 再打斜,切長條 蘿蔔去皮 首先切塊,再切片 切每一種食材是要盡量令到它的大小差不多的 開始煮 滾水落一茶匙的鹽,少少油 把紅蘿蔔和西芹炒 把紅蘿蔔和西芹炒好 火鍋燒熱後,放油,然後放菇,先炒一下 炒4-5分鐘,炒至稍微軟生 放2湯匙水,千萬不要太多 炒到菇開始燃生,還有水分滲出來的時候,加上出飛了水的西芹和好蘿蔔 炒一下 放大半茶匙的鹽 因為這個是齋,就是放蘑菇粉 如果沒有蘑菇粉,其實放雞粉也可以 蘑菇粉半茶匙 放大半茶匙,1茶匙 放少許胡椒粉 炒均勻 用生粉1比1的水 攪拌均勻 打個芹 好喝 最後的話,現在可以加一點芹油,可以上碟 正宗的粵菜 在那個醬料的醬料裡面是沒有汁流出來的 就好像這一碟一樣 比較燙生,還有食物質的鮮味 谢谢大家